- 吃我们的啊? - 你们的啊? - 这么做? - 我不知道,我跟我说吗? - 没关系,吃不完可以打包 - 就是,别浪费吧 - 辣椒嘴哨 - 嘴哨 - 嘴哨 - 我是温柔的,我是温柔的 - 可以不要就不要 - 哈哈哈哈 - 真的美食排队就真的 - 想要吃喜欢吃还是要排队? - 想要吃喜欢吃还是要排队? - 对啊 - 对啊 人家说美食和美女的 - 是不是啊? - 是,你这样看起来很像大胃王,你知道吗? - 看起来好像大胃王比赛 - 哈哈哈哈 - 一盆 - 嗨,各位女朋友好,我杰 - 我是杰斯 - 那我们现在呢 - 来到了一条叫做西二道街的地方 - 为什么要来这里呢? - 因为这里有一家 - 腾都人在地的苍蝇馆子 - 我们要去吃冒菜 - 什么是冒菜呢? - 等一下跟大家说 - 那这家那个苍蝇馆子呢 - 非常特别就是说 - 这家冒菜叫做 - 无名冒菜 - 它没有招牌 - 然后呢,它几乎每天都会排队 - 算是在地的那种传说中的 - 排队美食 - 传说中的美食,对对对 - 就是成都人都会来这边 - 算是来朝圣的一家店 - 那我们今天特地起了个大早 - 早点来 - 希望可以吃得到 - 然后因为今天有点下雨了 - 因为昨天下雨了一个晚上的雨 - 所以地有点超湿 - 还好我们出门的时候没什么雨了 - 所以算运气不错 - 然后我们现在提早来 - 等一下去看看店开了没 - 好像是10点开吧 - 10点半 - 10点半 - 10点半开 - 诶,好像到了 - 已经开了啊 - 已经开了啊 - 对,已经到了 - 已经到了哦 - 看一下 - 诶,真的到了 - 诶,真的到了 - 早点来没什么人还好 - 这个啦 - 蔬菜牛肉千层肚 - 然后豆皮豆腥啊 - 牛丸 - 皮肠米饭 - 不吃那么多 - 不会很多啊,但这个呢 - 但这个呢 - 现在来得非常早 - 就是还没营业时间 - 然后就已经开始在买了 - 还好没有什么人 - 所以今天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吃到 - 还好有点大 - 会干锅子爽 - 什么大锅子 - 爆副菜小份的 - 然后 - 拿一个牛肉 - 千层肚 - 然后虾味饺 - 半份 - 半份 - 半份大概多少 - 半份 - 牛丸 - 牛丸 - 然后豆皮豆筋各一份 - 这两个人吗 - 两个人太多是不是 - 豆皮豆腐各半份 - 各半份 - 然后一个脆皮肠 - 然后一个饭 - 可以在这边用吗 - 还有一个豆奶 - 豆奶有常温的 - 冰箱的 - 冰箱的 - 冰箱的 - 这样会不会太多 - 这个给你打开 - 叫你细管 - 你辣椒咋样 - 正常 - 越不辣越好 - 越不辣越好 - 最温柔的 - 最温柔的 - 吃辣椒不够可以加嘛 - 吃辣椒不够可以加嘛 - 我们不太吃 - 没辣 - 台湾来的 - 台湾来的 - 你过台湾的人不能吃辣椒啊 - 我们爱吃吗 - 不是是我们两个 - 我们不敢 - 台湾有人也吃很辣 - 但是我们不太吃 - 我们不太吃很辣 - 对对对 - 我也不可以吃辣 - 我也不行 - 你也不行 - 我妈是东北人 - 你也是东北人 - 北方人 - 北方人 - 我们来这里已经吃好几天辣了 - 昨天去吃那个 - 波波鸡 - 波波鸡 - 好辣 - 好 估计62 - 好 - 这是他们的号码牌 - 好 你们2号 - 2号 - 好 - 早40 - 谢谢 - 谢谢你 - 谢谢你们 - 这边是不是每天都要排队 - 这边是不是每天都要排队 - 生意很好 - 对不对 - 还可以 - 反正当地人来吃嘛 - 但也就是饭屌了嘛 - 这个时候都在上班嘛 - 中午的时候用餐之间 - 结果是很多人 - 特地早点来 - 特地早点来 - 对 故意早点来 - 怕排队 - 那个样子体验生活嘛 - 对啊 - 那你看现在那些客人说 -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- 他们吃饭要排队好像 - 因为我们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 - 但是好像又回到一起 - 可是如果说你东西 - 这个美食排队 - 就真的想要吃喜欢吃 - 还是要排队 - 要排 - 对啊 - 太多人 - 人家说美食和美女都不能辜负 - 美食跟美女不能辜负 - 这句不错 - 是不是啊 - 是 - 以前小的时候 - 是个教育不一样 - 现在 - 现在人都是为了生活 - 美食啊 - 这些美景啊 - 美女粉 - 美的东西嘛 - 都在横头 - 都在横头 - 你直接吃啊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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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娃娃二跳 - 你有早点来嘛 - 她说他们娃娃从国外回来 - 那一第一人叫吃这个 - 第一 - 第一 - 吃买旅游乐还是要找美食啊 - 都有 - 我们从西藏回来 - 我们去西藏 - 先去西藏 - 去西藏 - 然后在这边 - 有没有高约飞鱼 - 难得 - 没有高约飞鱼 - 如果五年前来有 - 头很痛 - 后来有个人就是身体很好 - 但是她一起西藏拉伤 - 她很快就回来了 - 她受不了 - 受不了 - 我们去珠峰 - 上了珠峰 - 你们还上了珠峰的啊 - 很辛苦 - 有点厉害的 - 坐车 坐很久 - 坐很久的车 - 十二个小时 每天 - 因为她也不用车 - 像我们要用车也受不了 - 要用车 - 要用车 - 要用车 - 已经坐到没感觉了 - 好幸福喔 - 你们还是 - 还是真幸福 - 你们就适合到处可以走 - 像我们就不行 - 要用车哪都不想走 - 吃鱼车药 - 没有用 - 没有用 - 是我们的啊 - 你们的啊 - 这么重 - 我不要 - 好 没关系 - 吃不完可以打包 - 就是 - 别浪费 - 别浪费 - 它叫嘴烧 - 嘴烧 - 嘴烧 - 可以不要就不要 - 真的可以不要 - 可以不要啦 - 太好了 - 那有不辣的 - 配的就是不辣 - 那不要 - 那就不带辣椒 - 那不要不要不要 - 但是那种是最烤手艺 - 最不好调 - 天啊 - 要吃原味这样的 - 原味是最不好调 - 最不好调 - 它那个比例掌握 - 掌握 - 对 - 没吃开的果皮 - 所以还要调那个 - 这样子 - 没有 - 没看过 - 没看过 - 这个 - 好像没有看过冒菜 - 这个营养好啊 - 大杂会什么都有 - 温的素的 - 我们台湾有麻辣烫 - 不太一样对不对 - 应该不一样 - 不一样 - 麻辣烫跟冒菜不一样 - 不一样 - 你看这个就不要辣椒的 - 好 - 太好了 - 要过一下 搅一搅 - 好 好 谢谢 - 好 好 谢谢 - 要过一下 搅一搅啊 - 好 好 谢谢 - Do you know - How it feels to travel non-stop - To live in a train - We've nowhere to go - 现在我们就来找奶队了 - 来找奶队了 - 开灯了 - 好大一锅啊 - 好大一锅啊 - 其实就是 - 算是火锅吧 - 很像火锅吧 - 它是属于 - 烫好的火锅 - 豆奶 - 豆奶 - 本来想说会很辣 - 所以我们就买豆奶 - 结果可以做不辣 - 我们点了蛮多东西 - 什么都给我点一份 - 看你吃过的 - 不错啊 - 不会王安饿 - 这是只算早午餐 - 一般有时吃的时候就说 - 都吃不下了 - 都吃不下了 - 不会我 - 因为我们今天午餐 - 它是没有要吃的 - 就是只吃这个 - 来吃 - 它这个有这个是豆豉 - 豆豉 - 葱蒜 - 所以是要拌一拌吗 - 拌一拌 - 先吃之前拌一下 - 主要有加 - 这是加 - 豆芽菜吗 - 还是米线 - 不是豆芽菜 - 豆芽菜 - 豆芽菜怎么 - 很特别 - 细细长长的 - 像韩湾的是粗粗的 - 一盆 - 一盆 -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吃火锅 - 差不多这个量啊 - 差不多啊 - 吃不完都给它吃了 - 吃不完都给它吃了 - 吃不完我们就打包嘛 - 对不对 - 还是它招牌牛肉 - 招牌 - 这个招牌 - 还不错 - 还可以吃不辣 - 像我们不会喜欢吃猫菜 - 招牌牛肉 - 可是它就这么大一锅嘛 - 嗯 - 好吃 - 很好香啊 - 日符合你的味道口味了吧 - 很好吃哦 - 你这样看起来很像大胃王 - 知道吗 - 大胃王 - 今天可以 - 这都是我要吃掉的吗 - 对 - 而且好像大胃王比赛 - 一盆 - 这是毛肚 - 其实我觉得 - 你不用去吃火锅啦 - 是这个就好啦 - 火锅有的东西这里全有啊 - 然后这是那个牛肉碗 - 爆姜 - 撒尿牛丸碗 - 看会不会爆姜 - 好烫 - 哦油啊 - 里面有包的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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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这比较好吃 - 这个是目前来成都吃到最好吃的 - 算是火锅料吧 - 太好菜了 - 太好瓜 - 因为他们 - 其实冒菜就算是人家讲的 - 所谓... - 对 - 所谓冒菜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- 一个人火锅就是说 - 他其实是平常会吃的东西 - 虽然是成都人 - 他也不会每天吃火锅啦 - 也不可能每天大雨大楼 - 所以他们平常吃的类似 - 就类似他们平常吃的便当菜啊 - 那种感觉 - 所以他们的东西其实不会太辣 - 主要他还可以做不辣 - 然后刚刚那个... - 算老闆娘 - 老闆娘 - 她说 - 其实不辣的酱是最难调的 - 因为要调到好吃很难 - 因为要调到好吃很难 - 刚好我们就是吃不辣 - 你那才62块 - 对啊 - 大概多少钱? - 300多块 - 便宜了 - 你那样吃这么大一锅子300块 - 等于我们一个人150块 - 然后吃超饱 - 这个比啵啵鸡好吃多 - 嗯 - 觉得你吃啵啵鸡吃辣的还不行 - 我把它... - 很想给那个... - 成都的小镇看一下说我们吃的五米帽菜 - 推荐他来吃 - 推荐成都本地人来吃 - 超大台湾海带 - 超大条海带 - 你在这边吃毛肚是最多的 - 嗯 - 那台湾那边吃什么多? - 这它有什么料? - 土豆 - 啊这是什么? - 又是素... - 素... - 面筋吗? - 面筋 - 然后这个是... - 这是什么? -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- 好长喔? - 东北 - 心心肠 - 也有... - 真的很好吃了 - 难怪会排队耶 - 这就是道地的苍蝇馆子 - 但是... - 不是苍蝇馆子 - 不是类似我们台湾路边摊吧 - 对,然后他们这边就是 - 算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多 - 比较没什么游客 - 嗯 - 非常好吃 - 还好你要带去吃不完 - 吃得完 - 因为很大锅啊 - 肉奶怎么样? - 很好喝啊 - 他平时要留下来不能带走 - 对啊,要留下来不是 - 他们要回收了 - 对啊 - 肉奶... - 它们这边喜欢吃辣配肉奶 - 嗯,好喝啊 - 嘴辣 - 你把它快喝完你知道吗? - 对啊 - 去买一口 - 五块 - 二十五块台币,还好 - 我觉得喔 - 来这边成都不用吃火锅了 - 你就吃这个就好了 - 又便宜了,对 - 又便宜了,又好吃 - 这次来这里吃过最... - 然后就觉得最好吃的东西 - 就是... - 味道是跟我想象中的 - 是... - 期待 - 跟我期待的是一样的 - 对啊,它的酱汁怎么调的吼? - 这么香 - 好香喔 - 味道很油 - 有点油啊 - 但还好啦 - 我觉得还可以 - 反正这本来就不喝汤啊 - 都用跟我大脸盆装菜还蛮有趣的 - 对,我觉得里面东西都好吃 - 里面东西都还不错 - 都好吃 - 是不是有点像台湾卤味吗? - 又不太像 - 因为卤味不会用这种油去做 - 诶,这还有这个耶 - 菜新耶 - 那个小郑说 - 清锅冒菜 - 真的吗? - 清锅冒菜 - 清锅 - 清锅 - 它是无辣不欢迎的吗? - 对 - 它要上班了 - 应该要上班 - 为什么就要冒菜 - 记得好像是菜冒出来 - 是这样吗? - 菜冒出来的感觉 - 我也不知道 - 快吃完了 - 快吃完了,厉害啊 - 豆皮超多的 - 这不用外带了 - 吃得完 - 你现在干嘛 - 跌强 - 干嘛把它跌强 - 稍微把油力一下 - 再甩一甩 - 甩一甩 - 好吃 - 看 - 早餐不知道谁 - 因为我在那边耍脾气说 - 又要出来吃辣的 - 我不要不要 - 又要吃火锅 - 我不要吃火锅了 - 然后现在来 - 好吃好吃 - 可以出来 - 有时候永远都你想象不到说 - 会发生什么事情 - 你可能今天抢说 - 昨天吃那么多辣的东西 - 今天又要来吃这个 - 结果它就是可以不辣 - 很腻耶 - 可是这个不会吧 - 你不觉得很腻吗 - 可是这个不会啊 - 可是这个不会啊 - 嗯 - 好吧那你就 - 你就留在这边了 - 我在这边冒菜就可以活下去了 - 其实原本是我最不期待的东西 - 结果反正是最好吃的 - 如果台湾来这边不想吃辣 - 可以吃这个 - 白汤 - 可以吃白汤的 - 非常好吃 - 我们已经吃太多辣了 - 不想再吃辣了 - 对啊 - 所以我们就点个白锅冒菜 - 冒菜的话是 - 我要来这边之前 - 我就有一个朋友 - 就推荐说 - 来成都一定要吃冒菜 - 对 - 然后那时候她说 - 什么是冒菜 - 然后就说你吃就知道 - 就是一定要去吃冒菜 - 对啊 - 但是我是不知道它 - 吃不吃很辣的冒菜 - 那你后来跟我讲说 - 它像麻辣汤 - 就不想吃了 - 我就想说麻辣汤我们不爱吃辣 - 因为我不爱吃辣的东西 - 其实不像麻辣汤 -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 - 有汤的乳味 - 对 - 是不是 - 有汤的乳味 - 可是它又不像台湾乳味 - 那个中药味 - 所以我们已经 - 直到11点 - 因为太多人吃了 - 嗯 - 诶 我很省得省得喝 - 你给我喝那么多 - 不然这样喝一瓶 - 好喝 - 再加一瓶 - 然后加一瓶 - 喝的豆奶啊 - 再加一瓶 - 好好喝喔 - 像你点豆奶也可以不用排队 - 因为刚好就是点完粽粽 - 老板家那瓶豆奶就好了 - 冰的嘛冰的 - 现在我们可能有大概 - 四五个人 - 一直开始在排队了 - 看吧 - 来个早是好 - 你知道吗 - 你现在吃这一家真的是 -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- 真的吗 - 当地人吃的 - 当地人都在朝圣的 - 饱柴 - 然后那边用当地人吧 - 刚才用当地人 - 当地人嘛 - 这边是附近的人在吃的 - 你看 - 开始在拿号码牌了 - 你看哪里 - 你看哪里 - 因为这边生意 - 吃饭时间到的生意就超好 - 等一下看一下到底多少人 - 诶 我们快吃完啦 - 等一下我们要去吃台湖果汁 - 赶快吃一口要走 - 让我们料捞一捞 - 真的超香超香 - 很香很好吃 - 好吃 - 这个我给五个赞 - 五个赞喔 - 五个赞喔 - 那是因为它不辣的关系 - 给五个赞吧 - 真的是我很喜欢吃 - 汤汤汤味来吃的东西 - 真的 - 帮你回去开一间冒茶 - 比方这家应该是以后如果假设来成都 - 我一定会一直来吃的嘛 - 不要给我喝光光好不好 - 都给我喝 - 好喝的都买了 - 饭都吃完了你看 - 也蛮下饭的 - 也蛮下饭的 - 超级长的海带 - 满多 - 跟昨天的波波鸡比起来 - 差太多了 - 这样喝那个小真天后会上去 - 还这样 - 怎么会啊 - 小真波鸡也很好吃的好不好 - 后来我们时间有限 - 我们是一年半之前要回去 -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糖和果酸去买 - 几点无息了 - 没了喔 - 都没了喔 - 好可以了 - 出完了 - 最后你给一下几分 - 最后你给一下几分 - 最后你给一下几分 - 赞赞喔 两个赞喔 - 我给他五个赞 - 五个赞 - 超好吃 - 超推 - 必须美食吗 - 成都必吃 - 带你来吃喔 - 晚来他在排队喔 - 很有人情味的那个管子 - 那你喝完的喔 - 我喝完了 - 刚喝那么多喔 - 好啰 - 完食 - 他有完食 - 有了嗎 - 主要的东西吃完了 - 我好饱喔 - 没想到可能会吃不完 - 要外带了 - 还好 - 还好我们已经吃完了 - 等下我们要再去吃一个 - 算是街边小吃 - 所以我们 - 也在附近而已 - 几步步就到 - 因为我们12点要check out - 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去民宿 - 有了 - 走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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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开始有那个人潮出现了 - 这个到中午的时候啊 - 会排超长的 - 这一下照片啦 - 人有变多喔 - 有变多 - 人多了之后 - 开始就要等 - 本店支持一家别无分店 - 本店不加萌 - 不收徒弟 - 吃饱了 - 再见 - 拜拜 - 好 - 非常好 - 好 - 好 - 拜拜 - 拜拜 - 妈妈娘好人情 - 好啦 - 我们已经吃完 - 我们的那个 - 团说中的无名冒菜 - 无名冒菜 - 非常非常好吃 - 应该目前为止我们来成都吃到 - 最合我们口味 - 然后我们也觉得最好吃的 - 算是小吃的吧 - 嗯哼 - 那这是很当地的苍蝇馆子啦 - 虽然说它是苍蝇馆子 -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干净的 - 蛮卫生的 - 就是它的那个厨具什么看起来 - 都洗得很干净 - 不会油油的那种感觉 - 对 - 所以蛮推荐这家的 - 也不用怕说不卫生什么的 - 因为参与馆子就怕的是 - 参与很多嘛 - 环境不好嘛 - 可是其实还好我就可以接受 - 嗯 - 对 算蛮不错的 - 老板娘又热情 - 对 - 超热情的 - 很有人情味 - 刚刚我们要跟她说再见 - 她还跟我说 - 记得钥匙钱包不要忘记哦 - 嗯 - 对啊 非常好 - 我的成都冒菜初体验 - 成功 - 大成功 - 还好我们这一早就出来 - 刚看的人开始变多了 - 嗯 - 对 - 嗯